我们由上一节的内容 可以知道有关黑体与热辐射的相关知识 但是原本具有强大预测能力的古典物理学 却无法解释黑体辐射实验结果 进而开启量子物理学的开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让我们来看看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节所讨论的 在近代重工业中 会需要知道烧熔的铁浆精确的温度 来掌控助制条件 由于烧熔的铁浆温度极高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新的方法来测量温度 我们便将眼光放置它所发出的热辐射光芒 并接着研究物体温度与发出的热辐射关系 一个纯粹只发出自身热辐射的物体 我们又称为黑体 而对于一个完美黑体而言 所有照射在黑体上的外界电磁辐射 黑体都能百分之百吸收 不反射 所以黑体辐射出的电磁波 来自本身的热辐射 而黑体其实只是一个概念 并不是指它真的是黑色的 例如太阳或是烧红的木炭 都很接近黑体 但它们都不是黑色的 在热辐射强度与波长的关系图中 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随着温度提高 最大辐射强度 也就是峰值的波长长度会变短 第二点是高温物体所发出的热辐射强度 比低温物体在同波段的辐射强度强 物理学家维恩基于实验观察 猜测这个峰值的波长 若我们给波长一个代号称为LambdaMax 维恩发现LambdaMax乘以温度T 会是一个定值 也就是辐射最大强度的波长 与温度乘反比关系 其乘积的定值为2.989乘以10的 负三次方公尺乘以克尔文 这样的关系式又称为维恩位移定律 方程式如画面所示 这个方程式在炼钢过程中十分重要 因为对于高温融化的钢铁而言 测量温度是件有挑战的工作 但维恩位移定律 可以透过分析物体发出的辐射光 再从辐射光中找到强度最强的波段 来得到物体的温度 维恩接着再进一步 从热力学的观点出发 试图推导出理论曲线来拟合实验结果 结果却发现 他的理论推导只在短波长区符合实验结果 长波长区域却不符合 在那几年中 也有另一组团队想挑战黑体辐射的实验结果 分别是瑞利和金氏两人 他们使用古典电磁学和统计力学的概念 来对该结果进行理论推导 后来称为瑞利金氏公式 从图中可以看到 在长波长的部分是符合的 但短波长部分却相差甚远 刚好和维恩推导的结果不同 两组人马都不能完整地展现实验结果 而关于瑞利金氏公式 令人冲击的是 理论推导非常完美 找不出瑕疵 却在短波长部分和实验结果相差甚远 如果不以Log图表示 则会如画面右图所示 这么说 有没有可能是理论错了呢? 但古典电磁学理论成功预测和解释壮多现象 那么又有谁敢说电磁学理论错了呢? 在这样理论和实验结果不一致的状况下 当时称为紫外灾难 按照理论来说 紫外线的辐射强度应该要非常非常高 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不过如果理论是对的 在这么强大的紫外线下 地球要出现陆生生命似乎更困难 除此之外 也隐含物理领域中现有理论的困境 紫外灾难的问题 在那时候被视为古典物理学中 两朵乌云的其中一朵 当初克尔文爵士在题目为 在覆盖热与光的动力学理论上 19世纪的乌云的演讲上 曾经提到动力学理论的美与简洁 甚至断言热与光也是种运动的模式 但目前被两朵乌云所遮蔽 叙述的就是古典物理所不能解释的黑体辐射 以及光传播时需要以太这介质吗 没想到这两朵乌云 后来分别发展成量子力学与相对论 两者都是古典物理所无法解释的 这也代表要理解黑体辐射问题 必须从不同于古典物理学的崭新观点来看待 而此问题后来也由普朗克解决 想一想 下列有关黑体辐射发展前期 在理论推导和实验测量结果间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让我们来整理一下本单元学习到的重点 维恩位移定律为λmaxt等于2.989 乘以10的-3次方公尺乘以克尔文 维恩以理论尝试推导来拟合实验结果 但只有短波长符合实验结果 长波长的部分并不符合 锐利和金氏的实验结果 则是只有在长波长部分符合 各家理论在黑体辐射实验上的失败 让普朗克想要挑战看看这个问题 他发现从热力学出发的维恩 在短波长是成功的 但在长波长却不符合 他要用什么观点来解决问题呢 有没有可能调和两个理论 进而去拟合实验结果呢 那普朗克又会遇到什么困难呢 我们在下一节的影片将会介绍 普朗克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下次见咯 拜拜